先创设实验情境 摆在桌面上的就是一套现成的实验装置 这是一个特制的轨道 轨道上放有黑色的滑板 可有电动机牵引 滑板的上方放有一金属块 金属块一端既有橡皮筋 橡皮筋的一端既在立传感器上 我来给大家操作一下这个实验 打开电动机 滑板就在电动机的牵引下 运动 为了使实验的效果更容易捕捉 我事先录制了视频 以供学生分享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学生的实验体验和视频的机组上 然后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话题 滑板在稳定静似匀速直线的滑动的过程中 金属块的运动状态如何 金属块所受何种性质的摩擦力 学生一般的回答是 要么禁止 要么运动 因为学生已经习惯了 以地面为参照系 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认知冲突点 一个纠正认知偏差的一个机会 那我的解决方法是 充分利用学生的体验和视频 先让学生成熟观点 并解释理由 在深深对话中 进入分析金属块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橡皮筋处于不断拉伸的阶段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在这个阶段中 如果要说金属块禁止 那是因为金属块相对滑板禁止 如果说金属块运动 那是因为金属块相对倒轨运动 可见同一个金属块 选择不同的参照系 它的运动状态的描述 截然不同 这样的对话 学生很容易明白 我要描述运动状态 一定要选择适合的参照系 而摩擦力的产生 是相对于金属面而言的 由刚刚分析可知 金属块相对于黑色的滑板 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而金属块受到橡皮筋的拉力 所以金属块相对于黑色滑板 存在相对运动趋势 有受力 分析可知 金属块受到近摩擦的重力 而且跟弹力的方向相对 即跟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对 这样的对话 学生既搞清楚了运动状态的描述 又搞清楚了近摩擦力的方向 好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 学生研究第二个阶段 就顺其自然多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研究的是 橡皮筋 垂拉伸 但形变量几乎保持不变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如果要说金属块 静止 可以 那是因为金属块相对倒轨式静止 如果说金属块运动 那是因为金属块相对于 黑色的滑板 发生了运动 所以选择不同的参照系 同一个金属块 运动情况描述 还是见过的 学生又一次认识到 运动状态的描述 一定要相对于 适合的参照系 再来看摩擦力 由刚刚分析可知 摩擦力是接触力 必须要相对于滑板来说 金属块相对滑板 发生了相对运动 有受理分析可知 金属块所受的滑动摩擦力 与弹力的方向相反 近与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 刚刚的两层分析中 可以发现 比如说 第二个阶段 这就是滑动摩擦力 但是金属块相对于 倒轨是禁止的 所以禁止的问题 也可以受到滑动摩擦力 只不过这个禁止 是相对倒轨来说 而滑动摩擦力的产生 是相对黑色的滑板来说 所以这样的设计 既可以使认知冲突 得以显性化 又可以使认知冲突 得以合理化的解决 关键是让同学搞清楚 近摩擦力跟滑动摩擦力 是发生在两个接触面前 搞清楚了刚刚动静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小可变的问题 关于大小可变的问题 还是同样的情境 但是是二度开发 所不同的是 此次的我们要充分利用 传感器来实施 捕捉力和时间的动态关系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实验的过程 其实操作的过程 跟刚刚是一样的 还是打开电动机 所不同的是 待会儿我们要充分利用 DIS的软件平台 进行一个数据跟踪和图像处理 不过在显示数据 跟处理图像之前 我们先要老师 至少这样一个话题 请你猜想一下 摩擦力 随时间的动态信息是怎样 一般学生的猜想 会有多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更新的生产 记者 这次我们下期